原标题 黄毅清暴猛料 薛之谦不敢反驳李宇童因为油软累 还趁其不敢厌尿 黄毅清暴猛料 薛之谦不敢反驳李宇童因为油软累 还称其不敢厌尿 12月2日 娱乐圈圈 11月月底的时候 李宇童一句话 伪君子你哭什么哭啊 你和李小鹿的事情 非得被爆出来才甘心吗 当天就牵着到了很多无辜的艺人 纷纷登上了热搜 转眼的时间已经真正过去了三四天的时间 关于李宇童和薛之谦的热潮 刚刚开始平息和发酵 但是今日黄毅前夫黄毅清在报猛料 不得不说黄毅清对娱乐圈里的大小事 没有一件事不知道的 关注了黄毅清的朋友 都知道他曾报过的很多料都是有凭有据的 相信他如果没有证据也不会随意去揣测别人 主要一个人说出的很多话 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从这一点他说的话 对此圈且表示都佩服黄毅清 就如黄毅清爆料过很多次前央视主持人崔某 那个多次说 要起诉他最后都妥协了 如果黄毅清没有证据 早就被告了和被起诉了 至今几个月 过去黄毅清依然是安然无量的 黄毅清爆猛料 薛之谦不敢反驳李宇童 因为油软肋 还趁其不敢咬鸟 就得刚刚李宇童和薛之谦两人 互相在社交平台上撕了半天 至今三天过去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只是书面发了一个要起诉对方 而对方都接受了 直到今日三天过去了 这件事还没有发酵 而黄毅清爆料薛之谦直言 现在只要公安部门邀请薛之谦 咬个鸟再咬个头发 一定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至今能压制的薛之谦 薛之谦一而再而三的妥协给钱 完全不是因为他太好说话太大方 而是因为他俩都 然后李当然有薛之谦那方面的帖证 黄毅清敢说这样的狠话 一定是从李宇童那里 得到了关于薛之谦的不少证据 不然黄毅清也不会信口开河 在黄毅清爆料的后面 他都说了 对于他说的一切欢迎任何刑事的反驳 我对以上所有言论负一切法律责任 黄毅清敢对此表示负法律责任 这些齿瓜群众会怎么想 每次薛之谦最多就是说 要起诉李宇童最后都没有任何的行动 想必这就是黄毅清所说 得薛之谦被李宇童掌握得软肋吧 作为一个当红歌手 得薛之谦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算再多的痛苦也只能试验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